HELLO,大家好,我是張立揚 我在《浪漫書給你》裡面飾演的是賀天行以及司徒傲人 第一集穿越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兩個人是張立揚 對我來講我設定的關聯是他們的最內心深處是溫暖 那賀天行對我來講就是比較拘謹 然後比較多看不到的一些保護者 是惡王法律驚慘 毀掉天亮餐旅的人是你還是我 這天行好像就會變成是爸爸很良優秀小孩的標準 呈現的樣子固定是他真正本人的個性 亦是可以得到他成為原理 我來講然後我們完全沒辦法被重視也沒有被鼓勵 請問還有什麼是我們要你們多的嗎 沒有了 傲然給我來說是天行卸下了的面具之後 他的一個真實個性的樣子 他好像是一個生活上的愛師 take care他很多生活周遭的東西 我可能就是一個諸葛亮一個軍師 在幫助他前進的一個 媽媽想給我的我有什麼辦法 我記得那時候開拍第一集的時候 傲然的出場 我想說是要很誇張的 那時候導演就跟我說 你可以給他們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是傑傲不尋 眼神都是看的都是這樣很高高的 另外一個不是比較謹慎 所以眼神就會一直注意著人家 像是誰是怕人家攻擊 其實小安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就是跟傲然戴婚禮的那一刻 但是醒來之後知道天行長得跟他一點不一樣 可是他心中愛的就是 那時候長期跟他相處的傲然 鄭小姐我們之前認識嗎 我自己也是一個比較謹慎的人 然後比較多會在意別人的眼光 比較多一些人 想太多的個性 所以我會看到傲然的時候 會有一種 我也好想像他這樣 就是 傲然對我來說是 也很像是我自己內心深處的一個成分 我 不拍 浪漫書給你呢 是在十五集之後 進入一個全新的篇章 希望大家一定要鎖定 十五集之後的浪漫書給你 所以我可以拍照 對我來說 還是有很多人 對我來說 不拍照 我會看到有很多人的 但是我會拍照 永遠的照片 也很快 更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